TOP用药过量陷入昏迷 医生说明无法正常呼吸 以便成员TOP身陷吸毒风暴 6日下午精传用药过量昏迷送医 苦肉剂 自杀 物食等推测 在网上发酵晚的一场罗生门 解放医度表示TOP入院时 使用同袍搀扶没有生命危险 只是在睡觉 因此TOP妈妈不满 表示儿子状况仍然不好 7日下午主机医生召开记者会说明 病情真实TOP状况确实不佳 医生经过检查确认是不用过多 还有本儿淡品的震惊催眠药 表示TOP就医师只对强力刺激 有反应 呈现症状 瞳孔 同时有血压过高 迈过急促 呼吸不稳 判断是危机状态 对警方称TOP只是在睡觉 院方也做出说明 对于TOP妈妈曾说 担心儿子因缺量造成脑损伤 医生则说可能性不大 但粉丝也别太担心 医生表示只要没有病发症 预防COP可以在一周后恢复健康 最后播户輯伙总组织 说把这些头咤咬 竹妞杆 努力事院 伯 belo 学传 ее 此 这是